欢迎每日一打回答一下测宝们的氧化问题 第一个测宝说 有个问题想咨询你一下 有几年盆龄的黑松可以洗根换土吗 这个在春天的时候去倒腾 没有必要去洗根 没有必要去特意的去洗 是可以啊 再说是可以的 再一个呢 在春天那个季节倒腹的时候呢 要修剪一下的 这个根系啊 都要修剪一下 像一般黑松翻盆的话 三四年翻一盆应该够了 差不多 不翻盆的话也不太好 可以可以可以翻可以翻 但是现在这个季节别倒腹啊 春天万物复苏倒腹 它存活率比较高 下个抽包 这个兰花兰雪花咋死的呀 我看看 你这不是有水大缺光通风差吗 像这种东西啊 兰雪花这种东西的话 最好是在室外去养护啊 温度只要不低于5度啊 光照好一点通风好一点 很难去死的 这就是水大缺光通风差 下个宝贝 海马家的土 还想起来老花一的土种茉莉了 怎么了 然后怎么了 长得慢是吧 没有啊 你像海马啊 天狼啊 包括一些王大爷 包括红玉啊 像一些做的比较大的一些个企业 他们土都没有什么问题的 你像我们的价格成本啊 包括老花一在内 它成本都是比较高的 尤其是红玉 他们的土更贵 因为它下面公司员工更多 没办法 挺好的 没别的问题啊 就长得慢呗 你嫌它 这不枝子花吗 千叉的 慢慢长呗 急啥呀 别的没阿事 下个臭宝 老花一请教一下 我的苹果鱼咋的了 是不是还两瓶 另外两瓶不太行了 水大啊 有点水大 虽然说苹果族鱼 不怎么怕水大 但水大了以后 叶子就会出现 你遇到的这种情况 干了再浇 不干不浇 老叶子给它剪掉 适当地用点肥料 会长得更哇塞 老叶子都会出现 浇边干尖的情况 这水很正常 就跟人一样 头发长长了以后 都会分炕 下个臭宝 三尾葵一直干尖 五六天浇一回水 繁菲水淡淋甲 交叉用 没什么改善 这不挺好的吗 除了你用的这个盆 有点深 除了你埋的有点深 别的没什么大毛病啊 这老叶子不好就剪了 让它长新的不就行了吗 它需要空间啊 它需要一定的承载能力啊 叶子多了 它哪能每个都好啊 就是打个比方说 我大舅子娶八十个老婆 你说每个都哄得很开心 我的天哪 他是满脸都长腰子的男人吗 下个错误 荣素怎么好养 修剪啊 施肥啊 光照给足啊 你看你这个 不修剪不施肥 后期吐噜吐噜掉没了吗 你不用你弄它自己掉 我让你剪 你啥不得剪 你看自己掉了吗 让它施肥你不施 慢慢的就嗝了 一定要记得修剪啊 一定要记得给它施肥啊 勤修剪勤剑光照勤施肥呀 只要是不动 它就不会坏 好了 今天要问题就到这 就点个赞 现在我离视频来留言 我老话一言 我离视频来言 假设话 你懂得味道吗 嘿嘿嘿嘿嘿嘿